认识子宫内膜异胃症,巧克力囊肿 你是否曾经有过严重生理痛,下腹痛,性胶疼痛,经血量变多,可能伴随发烧的情况? 以上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子宫内膜异胃症 正常来说,子宫内膜组织只会存在于子宫腔体内,随着月经周期增生,然后剥落 接着月经来潮,每个月重复着这样的循环 但是,如果子宫内膜跑到其他地方去呢? 就变成所谓的子宫内膜异胃症了 这些内膜组织通常会跑到腹腔或腹膜表面 若跑到卵巢就可能会变成巧克力囊肿 若跑到子宫基层则可能变成子宫腺肌症 巧克力囊肿又称为子宫内膜异胃瘤 是一种常见的女性疾病,会导致部分的女性难孕 为什么叫巧克力囊肿呢? 因为囊肿内粘稠一体及颜色类似巧克力 互称为巧克力囊肿 造成巧克力囊肿的可能原因有 经血逆流到卵巢 异常的免疫反应 或是遗传性基因突变等 保守治疗方式有 药物及手术两大类 但药物治疗通常是治标不治本 只能减缓巧克力囊肿长大 停药后囊肿还是可能会复发 保守手术治疗主要有 卵巢囊肿摘除术、电烧、巧克力囊肿抽吸术 三种方式 但有可能影响卵巢库存量 保守性手术在清除并造于保留卵巢功能之间取得最佳平衡 在进行手术前可以先仔细思考自己未来是否有生育计划 而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 毕竟女性的卵巢库存量是不可逆的 一旦降低就再也回不去了 建议术前可以先动卵 保存生育力